慈激大學傳播學系108級畢業成果展 即是起到12月2號在慈激大學大愛樓展出 三大主題23屆作品涵蓋了影音、專題還有準和行銷 期盼透過學生事業帶給民眾不同的傳播體驗和力量 日前結束在台北松山文創園區的慈激大學傳播學系108級畢業成果展 跡象Trace 30日起已是回花蓮慈激大學大愛樓展出 30日下午舉行開幕 本次的展覽共有47位同學一起參與創作、共計和四三組的作品 展覽分為三大區塊分別為關鍵時刻、燈電計畫及飛向太空 而這三大區塊就代表著專題研究、整合行銷以及影像製作三大領域 現在我們就邀請在座的各位貴賓與我們一起飛向太空 把人類的善跟美也要傳遞出去 所以四年後看到你們有這樣的一個了不起的一個學習跟成就 你們練了一生豐富 你要記得在這個學校裡面 這個學校的老師跟所學校 護士這個學校的所有的 是因為爸爸媽媽還有所有的慈激人 他們用盡了各種方法讓你們練功 讓你們的未來人生有不一樣的舞台 所以我們也希望花一個感恩的心 然後團圓所學到的藏流的成長 然後展現出來 讓自己變成一個光 也要給別人一道光 好嗎? 最重要的通過你們要把這麼多的光給留下來 讓這個光可以展現更大的光 姬其實就是代表同學在追尋理想的一個軌姬 那像就代表我們的心知所向 那同學們就結合很多在地的特色 還有包括異國的文化 那就是生根人文 希望能夠把大學四年的所學 那結合在這一次的畢業製作當中 讓大家看到我們的學習點滴 從過程中的痕跡到理想的追尋 47位同學帶來三大主題 23件作品 從學生的視野帶給民眾不同的體驗 退休之後應該是要好好休息 但是他選擇要就是去做比較辛苦的農業 我們就覺得很好奇 我們就去深入了解 那深入了解之後發現 他其實重道也有他自己的原因 那就是他小時候也是在同一塊地 同一塊農地上面 跟他的爸爸媽媽 還有他兄弟姐妹一起在做農 然後我們也想要傳達出一個訊息 是說我們對家庭的觀念 還有說人與土地之間的連結 那一塊土地上面 有承載的 對他來說是很珍貴的回憶 所以他又會想要再回去那塊土地 對他來說就是一種歸屬 然後也是他退休後就想做的事情 三大主題有關鍵時刻 登月計畫和飛向太空 涵蓋專題 整合行銷以及影像製作類型 多件作品符合永續發展SDGS指標 籌備過程也與一頁結合 期盼透過畢業成果展 帶給華林鄉親傳播新視野和新力量 即使其展出至12月2日 歡迎前往參觀欣賞 記得將邦彥華林鄭報導 請按讚好 請按讚好 請按讚好